龙、尊、虎、碑 至于如何分龙和虎边 以神明助向为准 好像我们这一封是长臂 对不对 神明是坐在这里 左手就是属于龙 龙边 龙边就是主海安神 佛菩萨 右手边就是虎边 主海安祖先 就是以这一封 碑为主 为准 不是由你看的为准 不要够错了 就有人这样安错了 有人请我去看 为什么祖先放在这里 就是 尊卑不分了 所以家庭的运程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安错了 记住 左手 就放神 或者佛菩萨 右手 就放祖先 有些人 左右都不分 等我 现在说得这么清楚 等下就按问 左手哪里 右手哪里 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 左右 所以神像 就应该在左 祖先应该在右 以神明的高度 必须要让祖先的排位高 大家读解一下 这是神桌 你的神像可以坐上这个 祖先向这里矮少少 或者低几寸 总之矮矮就对了 或者有时你的桌子是平的 没办法 你的神位只要跌 跌高一点 祖先的位置自然就放平了 他就等于神高 祖先低 有时 有些人买的神桌 当时请的是 便宜的 没有跌一级 或者有些人是神桌 神桌云神桌 宁为有一个 一个桌子是祖先的 其实是把祖先的 香楼的摆放方法 神明的路 向前一点 而祖先的路 退后多少 就会分出 准备 意思就像这样 看到没有 神明的香楼前一点 祖先的香楼 较入一点 如果你放两个平平 或者祖先的香楼太出头 就叫什么 跌楼 抢了神明的香火 明白吗 所以你的财云就不开了 家庭得不到平安 还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的 神明的路一定是前一点 所以说这里 大家知道 分得出来 如果不是有抢劳之夺钱 的意思就是 家庭的儿女 的钱大过父母 所以很多就变成了 爸爸 妈妈 经常说的 子女都不听话 因为钱比你更大 你需要听你 所以说的 你不听就安错了 变成了 导致了这个磁場出现 所以为什么 你的子女 说也没用 他们忍你 他们不会尊重你 如果你的心脏有问题 经常都被你惹到死 如果有些新屋 开始 爱安你的神明 你选择了一个适合你的方位 来安 就等于这幅 是爱安神明的墙壁 对吗 还有神桌 对吗 首先 你要先淨化 好 就好像 你买的盐宝 金银 对吗 大章 爱安之前 这幅墙 一定会先淨化 就好像说 你烧的盐宝 点着了气 有火 就会这样 和气 淨化 神桌 因为有很多人不得过 这个墙壁装修之前 很多人的气场 或者装修工人 情绪不太好 验痕 埋怨 明白吗 他的气会随在那个墙 因为你没有淨化气 或者这个神桌做的工人 情绪不太好 你不知道你买一个神桌 不干净 有了气 怨气仰道 所以你 拿了一些盐宝 就烧了去 或者整个台底 得同气 就是 淨一淨气 明白吗 你可以做了之后 你可以点一些 铛香粉 点着 铛香的铛香 或者我们有些好的香 点着了 拿去分 整股壁和它分一分 淨化了 就是没有了那些坏气 没有了那些不好的气 响个围 因为这个围子 是很盛重的 是比神明错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做到 功功敬敬的 不要求求其其的 随随边边的 明白吗 所以 附带教会告诉你 看 龙怕臭 虎怕吵 所以你看这里 这个叫龙边 不可以有垃圾桶 这是虎边 所以说龙边 一定要保持 干净 整齐 如果此次有垃圾桶 或者植物之类 很多植物在这里 会影响你的云势 以及你的事业 对家中的男性的影响 很大 总之神明的位置 不可以放垃圾桶 不可以放很多植物 在他的位置 扣筋 否则 你会完全不开 有时弟弟玩完了的东西 会放垃圾桶 没有放垃圾桶 他会阻止你们的云情 所以 你们想要供奉神明 自己就知道 要收拾好 好 虎边 就是怕吵 电视机 或者音响 不要放响 吵字棋 所以神明都不得安稳 所以你的财运不开 虎边不可以放大型的电器 凡之 容易产生意外 血缸之灾 或者车祸 或者受伤 跌倒 被膽倒 又会出现 所以不可以 过意紧逼 虎边过意紧逼 这些容易造成 迫虎相迎的格局 打个比例 这个龙边 这是虎边 所以虎边 你不能太近 这个位置 这幅是你的墙壁 你的神台 不要迫得那么近 就是虎很迫 所以你离开多少 正式计算 这边一定是墙 这边一边是墙 这里是一格半砖 这里是两格半砖 就是这个墙 所以神台放在方式下 龙边的位置 比较长 虎边的位置 比较短 但是不能太迫 太迫就叫迫虎 所以你就会产生 不好的事情发生 意外 一定会有距离空间 所以你可以用尺度量 所以神位的位置 安好 就可以用你的开魂 高升 神台前面有名堂 背后叫扣 背后有扣 但是不能扣枪 明白吗 扣枪的台就散了 一定是实场 神位的前面 就叫名堂 名堂就是财位 一定不能阻止自己 所以说 后面有扣 代表有贵人相助 后面如果没有扣 就没有人相助 所以你就会辛苦 所以这里是神位的位置 的禁忌 大家看看 一神台放以 横梁之下 神台安放在门边 神台扣墙 别是厕所 或者床 露头 以神台 太双冲 等等 这个给你看 好像这样的意思 你的神台在 上面有个横梁 突出来 就不可以 记住 第二 神台上面 有一支长灯 打横的或者打直的 都是属于压自己 神台的上面 尽量不可以安长灯 长灯就像一个横梁 一压着你的神 或者打直的 就像阿爸那样撇着你 神位在那边撇开两半 所以我们自己也注意 很多人没有注意 这样也不适合 灯管 有时可以放到压自己 这个神台 后面刚刚是厕所的腹壁 所以你的齐神是坐不稳的 所以说这腹壁的后面是厕所 绝对不可以安神 所以记住 还有 这里是神位 但是床就对着这里 躺着这个东西 肯定出问题 长期来这个东西就会病了 或者有 种种精神的问题 或者 精神不集中 会发生意外 明白吗 如果这间房子是被人睡的 如果是夫妻房 将导致离婚 或者发生 吵架 如果是 在16岁到60岁 未婚者 影响 感情的生活 所以未婚者 甚至有闻婚的 或者 存不了老婆 或者嫁不出 所以这里有一个影响 房间只是适合 16岁以下 或者60岁以上的人 但需要注意 床尾 或者床头 不能直接朝向神台 会有严重的影响你健康 或者你真是想爱 住这间房的人 对吗 但这幅一定用衣柜 用衣柜来挡住 因为 香火的气 不会直过 你可以拿一个衣柜 大一个衣柜 挡住气 神就会煞气 经常拜 求 有个气会过 睡在那个人的房间 就会影响 长期对你 就会影响到问题 如果真的你的地方不够 你想要睡这间房 就拿一个衣柜 在这幅墙壁 挡住气 清楚吗 这样就降低了 那些 杀气 杀气你是看不到的 是明明之处 一路一路慢慢吃着你 明白吗 到了一个时间 聚集了那个气场 你就会发生那些问题 明白吗 所以一定有知道 神台在下面 上边刚刚 就是有个床间 有个床 对神位是不公敬 你下面可以放肥红布 意思是说 神台天花 你可以用红布遮住 挡住 这样上边的人 就不会怎么踩到下面的神 明白吗 或者你是自己公义的 肺瘤 有时你刚好 上边的人 向下行气 你的神位在下面 对吗 你想去避开 你就拿一块红布遮住 遮住 上边楼上的人 如何走 也不会 看见到你的神明 所以我知道 神明是唯一家之地位 最高者 所以如果 唯一屋 是两层 建议神台 要安置 在最顶层 如果不宜安置 在楼下 不是你的神明 就会被踩在脚下 这样不好 主大不敬 所以床位的位置 在神台上 对睡眠的品质 睡眠的品质 会出差错 或者多梦 或者睡不下 等等的喉咙 如果没有办法 来调整你的神台 就可以在神明的上面 各放一块红布 我建议 神台上方 放置一个保持清空的方态 不可以放在大型的家具 床 或者 当走道 走 不要一样大件的东西 压在你神明的上面 所以有些东西 尽量避免 最好 如果做不到 只要这样 拿一块红布遮住 如果不是在上面 走来走来走来 看着你的神 所以要注意 安峰在大门的旁边 不可以 一入门 神位就安在这里 这个叫背向 应该是安在这里 正对 但是安仰在这里 明白吗 在大门的旁边 也不错了 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明白吗 就可以一起向背 向背就会发生 家庭的人 会出现被判 子女被判 夫妻 或是家庭的人 相反 所以 神位的方向 座上 不能够和房屋的 座向相反 因为神腿放置在家中的里面 藏风聚气位 增加吉 如果在座东向西的阳集 神位就既弱 不要坐向西 否则 就是 阴阳反背之召 主家的魂会倒退 你的伙计 和你的下属 就会欺子 就是 妹子大过主人婆 到时你叫伙计 叫不听 他比你更大了 妻不言 子不孝 严重 影响家云之后应 而且家人 不何何目 严重时 还会有 没有临丁的现象 所以看你的家 总之不要培养 你想去找个好的材位 我们现在简单 给大家 选择 如果你的入门 在这里 45度 这个位置 就叫做材位 但记得这两边 不能有窗口 如果有窗口就不属财位 财位就被骂了 或者你的 大门是开中间的 左右两边45度 都是属财位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但不能选窗 记得 旁边有窗 最低限度都是离开三尺 意思是这个45度的角位 如果想安慰神位 在这个位置 最低限度都是离开三尺 这个墙壁的三尺 只是窗 没有相关 太近就会流财 清楚了吗 或者你的 门开向这个边 这里是财位 这里不是 那么你